在距离日本长崎市15公里的茫茫大海中 坐落着一座荒岛 岛的面积只有0.063平方千米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岛上的设施应有尽有 这里曾经人口密集 如今却一片荒芜 落在岛上的只剩下过往海欧的粪便 一夜之间岛上的居民全部消失 日本政府也将这个小岛设为禁地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小琪 这个岛叫做端岛 因为酷似军舰也叫军舰岛 1810年日本政府发现端岛储藏了丰富的煤矿资源 但是岛上一片荒芜 条件恶念 工业水平落后的日本 对蕴藏着大量煤矿束手无策 采矿业一直停滞不前 到了1890年 端岛煤矿的所有者郭岛孙太郎 以10万日元的价格将端岛出售给三菱公司 在此后超过100年的时间里 端岛都是三菱公司的私有土地 他们在浅滩上逐渐的完善了基本居住环境 随着日益增长的煤炭需求 三菱公司甚至有计划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填海作业 逐步的成为了今天的端岛 在将近一个世纪内 它都是日本的主要煤矿产区之一 由于环境恶劣 而且远离城镇 端岛的招工进行的一直不顺利 为了扩大采矿规模 端岛煤矿招工采用辣物制度 矿工召集着四处的宣扬 挖煤赚钱又轻松 不过是为了每个人30元的人头回扣 为了巩固管理 三菱公司还特意雇用卖村妇丰富业余生活 同时鼓励赌博 矿工大多后悔 亲信谎言而深陷淋雨 却又掉入了公司的陷阱 无法自拔 随着人力需求日益增长 1939年 三菱公司开始大量的征用 中国和朝鲜劳动者在端岛采矿 当时正值二战期间 朝鲜和韩国还没有分家 朝鲜受到日本侵略 沦为其殖民地 而当时大半个中国也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大量中朝人民被掳掠着岛上 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奴隶迫害 日本政府强行把41,000名中国人运到日本 其中3765人被分配给了日本三菱公司 在这座不到16英亩的小岛上 生活着超过5000人 这里的人口密度是东京的九倍 岛上劳工每天的工作就是钻到海底1000米以下 用最简易的工具挖煤 随时会有瓦斯从岩石裂缝中喷涌而出 一旦出现火星 极易引发爆炸 不少煤矿工人被爆炸导致的坍塌 掩埋在矿道中 长眠海底 这些劳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就连见到太阳都是一种奢侈 他们的劳动报酬就是少量的饮用水和一顿豆腐渣 这些豆腐渣是食品工厂里的废弃原料 根本没有营养 也填不饱肚子 但是没有人在乎 只要饿不死 那就往死里干 每个人都骨瘦如柴 严重的营养不良 极度饥饿的劳工们还要在环境恶念的矿洞里 忍受着45度的高温 高温让他们不断的流汗 脱水过多而变得虚弱 他们用沾满粉层的手擦汗 眼睛也逐渐变得模糊 但是他们不敢倒下 因为如果不能完成指标 就会被痛打 长年高温的矿坑里 高达95%的湿度 和无处不在的粉尘 威胁着他们的健康 恶劣的工作环境 导致死亡率高达20% 很多劳工 年龄只有十四五岁 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 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他们如同奴隶一般 在岛上苟活 很多劳工 由于无法承受 而选择跳海逃离 他们何尝不知道 跳海游到岸边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但是谁又愿意承受 生活如此之痛了 有幸存者说 那时候我很小 又非常的饥饿 却要完成成年人 才能完成的工作 安全帽上 绑着四公斤重的头灯电池 让我几乎无法承受的是 一张床上 必须睡十多个人 床上到处都是狮子 周围的蚊子嗡嗡的响 食物到了难以描述的地步 只有一点点米汤 讽刺的是 岛上的日本管理者们 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住在豪华的公寓中 享受着补给船 运送到岛上的美食和美酒 闲暇时间去舞厅跳舞 去海边散步 他们享受着中朝劳动力 辛苦付出的劳动果实 却对这些劳工们嗤之以鼻 在劳工们没日没夜的工作下 军舰岛上的煤矿产量 最高时达到41万吨 这些都是用工人的双手 一块块着下来的 每一块都沾满了中朝劳工的血鱼类 他们每天努力工作 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逃离这个人间炼狱 回到自己的家乡 直到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 美军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 投到日本长骑士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日本战败结束 这些幸存的劳工终于可以重返家乡 过上正常的生活 由于朝鲜和中国的大批劳工离开 端岛的人口一度锐减 当时煤矿产业依然是工业生产的主要能源 一部分战后回国的日本军人 成了端岛煤矿中的新鲜血液 1946年 三菱公司在接受日本工人工会涨薪的要求后 端岛迅速流入了大量的人口 其数量甚至超过了战前 岛上除了煤矿设施和住宅外 还设有中小学校 店铺 医院 寺庙 电影院 美容美发店 麻将馆等设施 1957年 海底水稻开通 端岛居民的淡水资源也得到保障 岛上几乎拥有了完整的都市积冷 多数矿工们托家带口在这里生活 孩子们在学校上学 周末时一起看个电影或者做个SPA 日子过得非常的舒适 端岛似乎从二战前的牢笼变成了现在的天堂 但是因为劳动法的修改 使得工人的劳动时间受到了限制 端岛虽然人口增加 但是煤炭产量却未能超过二战时水准 在工资上升的同时 煤矿的开工率反而下降 使得工人的休闲时间增加 他们在三菱公司眼中简直就是来度假的 到了1960年石油能源逐渐取代了煤矿 能源结构的改变预示着煤矿产业的衰退 岛上的人口逐渐流失 终于1974年1月15日 端岛在仍有数百万吨煤炭未被开采的情况下 关闭煤矿 所有人全部搬离 曾经喧闹的市区一夜之间消失了 2001年 三菱公司无偿将端岛还给政府 随着时间的流逝 岛上的建筑无人打理 由于岛内众多废墟建筑有坍塌的危险 端岛被列为禁地 长期禁止一般民众入类 直到2009年才重新开放 当作旅游景点供全世界的游客参观游览 2015年5月5日 日本政府以岛上遗留的工业设施 是非西方国家首次成功的工业革命遗址为用 申请联合国世界遗产 此举遭到了中韩两国的反对 最后日本在审议发言时承认 不分遗址实施了强制劳逸的事实 日本政府承诺采取适当的措施 铭记强制劳工政策的受害者 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日本上诉声明记录在案 最终同意将端岛列入世界遗产 但是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介绍端岛的网页上 仍然将端岛的工业发展作为介绍的重点 称这个过程认为是 非西方国家第一次成功引进西方工业化的势力 简介中未有支言片语提到劳工相关的事实 有传言说 晚上会看到岛上的废墟中 闪着微弱的光和飘散的人影 渐渐的端岛又多了一个名字 鬼岛 这些七娘的冤魂 有的因为矿烂被埋葬在矿井深处 有的因为试图逃离端岛而战身海底 二战之后 中国劳工和其遗族 对日本政府长崎县三菱公司发起诉讼要求赔偿 长崎地方法院于2007年3月27日 因赔偿要求以过请求权期限为由拒绝审理 原告方不服判决 向福岗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原被告双方口头提出和解协议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拒绝和解宣告失败 这些被压榨的劳工至今都没能听到一句道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长按大拇指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见